窮扣莫追 为师必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穷扣莫追 当你看到那个盗匪 古代那个盗匪 跑了 你去追他 对不对 当你想要保护的是你的财物 你的钱财 可是他被你逼到绝入 他想保护的只剩下他的命的时候 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他会跟你拼命 套一句现代的话讲 叫做狗级也会跳墙 对不对 为师必却 这是孙子兵法上面讲的 什么叫为师必却 古代你今天围城 通常一个城有四个门 东南西北四个门 你一定要留一个门 让这些守城的将军 让他们逃跑 然后你再去追击他就好 因为你如果把这个城围的什么 像水桶一样 团团围住 那里面的人就会跟你拼命 你怎么攻你也攻不下来 你只能用什么交土政策 等到里面的人通通都饿死 你得到的也只是一个 湿气冲天的一个废城 所以用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是一样 你说 嘉伟老师真的 在这边就是 不能再追了吗 好 我就要在这边要举证据给各位看 我就要举我们过去 上一次去年的放空给各位看 前年 应该说前年的放空 好 在民国103年 其实是一年多以前 那我们学院的7月11号 那时候台北股市是不是这样 一路的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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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涨到7月11号的9591 当时候是在哪里啊 是在这里 其实不远的过去而已啊 就这里啊 其实不远的过去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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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啊 这个地方而已 發生了什麼事情?股市的心法,窮扣莫追維斯幣圈 當時候市場上一路的做多,一路的做多,做多到這裡 這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台北股市突然跌了69點 重要的是貴買指數竟然大跌2.67% 整個盤面上漲停板的加速26檔 跌停板的加速竟然高達60檔 你說這個盤有沒有問題?其實它已經出問題了 可是在7月11號之後7月14號,隔個禮拜一漲24點 再隔天漲48點 市場上又當作沒這回事 可是你後來回頭來看,最高點是叫什麼? 9593點 9593點 9593點是什麼? 就是這個 9593點 對不對?後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從9593點一口氣跌到850點 你跌了1092點 你如果做時光機,你回到 一年多前的7月15號 你一定會在這邊放空 對不對? 這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窮扣莫追,為師必卻 千金難買早知道 同樣的道理 後來從9593殺了一波下來 來到當年的10月27號這一天 到了這裡 有一點點像是今天喔 市場上全面性的看空 因為殺的很恐怖 那一天怎麼恐怖呢? 10月27號這一天 指數只有跌18點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指數只有跌18點 上市加上櫃跌停板的股票高達174檔 嚇死人吧? 盤衝跌停的股票高達兩三百檔 這個時候 佳衛老師也是告訴各位 我們空單 全數的回補 接下來我們要全力的做多 因為窮扣莫追嘛 你不能說我預期這裡已經跌了一千多點 要再從這個地方再跌一千多點 可是當時候市場上很多的分析師就是在這裡 才要看空嘛 那是不是也有很多分析師跟我做對坐 當時候我們做TPK嘛 很多人後來就一路的做多 一路的做多 後來呢 就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那103年的10月27號 一路被尬 尬到哪裡去? 你自己看 從這邊被尬尬到哪裡去? 尬到1014點 才又跌下來 所以你說今天台北股市這個狀況 我說像不像? 103年上一次我們放空翻多的這個點 我沒有說從這邊翻多之後 它會從這邊再漲過高 我沒有這樣講喔 但是它至少它會出現一個前面這一段的報復性反彈 這一段的報復性反彈是會有的 那後面這一段再說 我也不覺得後面會出這一段 因為兩邊的位階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時候台北股市基本上年限還是上揚的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台北股市的年限已經是下彎了 完全是不一樣的位階 但是報復性反彈是一定會有的 所以你看當今天你說台北股市很多跌停 其實你仔細去看 這裡面很多的跌停板的股票 都是所謂的強勢股補跌 當台北股市已經來到了這裡 都已經跌到稀哩花啦 跌到1200多點了 強勢股才要補跌 你覺得你應該要去追空嗎? 不是 因為這代表的是空頭的最後一棒 像今天的核大 強勢股補跌 才開始從高檔補跌啊 預金 有沒有 你看前幾天都不會跌 今天才開始跌 這個智邦今天有利多 今天跌6.72%才開始跌 可是在他們補跌的時候呢 這是聯發科 我們之前放空的代表作 已經開始拉了 對不對 這是瑞儀 我們之前的代表作已經開始拉了 這是可誠 我們之前放空的代表作已經開始拉了 這是真頂 我們之前放空的代表作已經跌升 開始拉了 所以同樣的道理 台北股市已經從8871跌了一段 A B C D E 對不對 跌了1 2 3 4 5 下跌5波 你認為這樣子跌了1200點 它還要再從這個地方再往下再跌1200點吧 不是吧 我一直去接近兩片 改成建式 我現在要再接近兩片 我們從另一片 我展示了 我們現在來接近一些 是